第一個,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第二個,如何批次刪除工作表 第三個,再把資料放進去 我們按部就班好了,不要一次就跳那麼遠 其實程式不多 第一個,一樣,先從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然後我們一樣,先在這個地方多一個SUB 這個SUB的名稱的話 就是叫做批次新增工作表 Enter 那再來的話,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比較不困難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首先做這件事情之前 請各位一定要先在這個L欄的地方 先增加一個不重複的清單 那也就是說,我們將來就是透過抓這邊的清單 然後分別在這個地方增加我們要的工作表 總共有三個 所以我們一樣,第一個,程式要怎麼寫 for i 等於 特別注意喔,因為清單是從第二列開始 2到4,剛好就是2到4 所以for i 等於2到4 next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要去增加這個 再來的話,我們就是 假設我有一個範圍給他了 再來怎麼新增 特別重要,非常簡單 接下來你可能要多學一個物件 叫SHITS SHITS就工作表啦 OK喔,然後如果新增的話呢 就是ADD 那空白你會發現喔 後面會出現喔 你是要before呢,還是要after 特別注意喔 後面那個中瓜湖有沒有 那個就是參數名稱 那我們基本上我想要放在後面 所以記得喔,這邊你要給一個參數 因為如果你是before的話 不用給參數 那如果你是after的話 你要給喔,因為他是第二個 OK喔,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打一個after 那參數 這個是參數名稱 後面冒號等於就是你要傳參數 特別說這個比較特殊喔 冒號等於是說 前面是參數的名稱 後面是傳什麼值給他 OK喔 然後你剛才講說 在哪個後面呢? 在這個的後面 這個的話呢 就是 哪一個後面? 哪一個?哪一個工作表? SHITS 第二個的後面 OK 這個叫SHITS2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這樣做的話 好我們先先先給各位看 如果這樣喔 他會先 再第二個後面 有沒有 工作表 18 再來的話呢 在第二個後面 再工作是 ней error 不能 2022 它一直都是變成在第二個後面 可是好像這樣也不OK啊 因為我們最後如果希望說一直都放在後面好了 第一個是放在這裡,第二個放這裡,第三個放這裡的話 那你就不能這樣做喔 那你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你就一直放在最後這個的後面 那最後這個的後面的話 這個2的話你就不能是固定的 你就跟它講說 最後面那一個 那最後面那一個怎麼敘述? 叫SHITS 加一個點KON則就可以了 什麼叫SHITS.KON? 應該可以理解吧 SHITS.KON意思說 目前工作表有幾個? 一個 兩個 那也就是說這邊是2啦 那如果假如又多一個 比如說一般出現的話 那這邊變成三個 所以變成SHITS.KON後面 所以它會一直放在最後面的意思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這個 這一行的敘述意思說 我要新增工作表 一直新增到最後那個後面 OK 然後呢 所以我這邊如果執行的話 你會增加一個 工作表21 但問題來了 那這個名稱 我要希望把它變成一般 那怎麼變一般 特別注意哦 後面的話 你可能要再多一個 叫SHITS 哪一個工作表? 最後那個工作表 因為現在這個新增的是最後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Copy比較快 這個SHITS.KON的這個 它的名字 點Name 叫做什麼呢? 一般 OK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啦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邊打一般的話 那下一次又是一般 那就重複了 所以這個來源應該改成什麼? 改成在這個工作表的L欄 這個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SalesL 這個應該是Sales 之前我們是用Sales 拿一個儲存格 第幾列呢? 第I列的L欄 但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 我們新增它會把郵標放這邊 它這邊沒有L欄 所以必須多一個什麼? 跟它講說 我這個儲存格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在SHITS 刮鬍第幾個? 第2個? 的 點有沒有 這個喔 特別加一個什麼? 第幾個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不要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這邊換一個方式 自串 VBA 這樣也可以啦 可以給數字 也可以給自串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它變更了 從這邊幫我把它換成一班 怎麼變三班? 再一次喔 因為剛剛可能跑過了 再一次喔 所以這樣已經寫好P字新增了 然後 這個 這個先刪掉 跑一次給各位看 這邊F8 新增一個 然後重新命名成一班 然後再新增第二個 重新命名成二班 再新增一個 重新命名成三班 然後就跳離了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優標還停在這裡 那我希望回到VBA這裡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加一個叫SHITS 對 點SHITS 對 點SHITS 點SHITS 這樣就OK啦 那這樣的話 他就幫我切圍到 剛剛的這個工作表啦 OK 這個VBA你也可以寫成二啦 這個數字喔 都可以 不過我比較習慣 還是用名稱比較OK 因為 位置的話 有時候常常會調動 那就可能會找不到 好 第一個 批次新增工作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 如何批次刪除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再把資料放到裡面去 就完成這個 我們的 整個資料的分割部分 也就是把那個 一個工作表的資料 按照類別 哪個類別 按照班級的類別 幫我把不同的班級 放到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試試看喔